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七讲,赏西阅读中的词语。 在前两讲中我们学习了赏西人物的描写作用,以及赏西环境的描写作用。 在赏西类的这样的一类题目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我们对文字、语言以及文章结构等等这些赏西。 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赏西阅读中的词语题目,那也是在阅读中很常见的一类题。 首先我们来讲这样一个小笑话,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个人的对话呢,他颇有意思,这有意思的对话是这样的。 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说,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说,小意思,小意思。 领导说,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阿呆说,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说,是我不好意思。 好,那看完了这个笑话,你有没有对中国语言的这种博大精深而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呢? 那这样一个简简简简简简单的词语意思,那在这一段对话中多次出现,但是在每一句中呢,却有着不同的含义。 如果我问你,那这个意思在这句话中,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它的含义是什么?你会回答这样的题目吗? 好,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关于词语的一些题目,那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请你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跟着针对刚才的那一段小小的对话,我可能会问你,请你针对联系上下文解释文中意思这个词语。 还有一种考察方式,比如说他会问你,某一个词它用在这儿好吗?能不能换成另外一个词语?这就是词语的替换性,替换词语的题目。 那还有一种题目呢,就是这个词在文中它有什么含义?以及说一说下面加点的字它有什么好处?这几种呢,都是我们在阅读中常常见的题目。 那我们把这些常见的题目呢,分成四类,这四类都是体会词语的表达效果的类型。 那第一种类型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词语的解释题,简而言之呢,就是解词。 首先来看这样一篇文章,它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叫做《与大象的对话》。 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马戏团的大象啊,它的这个一个好玩的故事。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请大家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读的时候呢,请你着重的关注一下加红的字。 好,那读完这篇文章呢,我们需要着重的注意那些加红的字体。 请问温顺、触觉、瞠目接舌这三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词乍一看呢,是三个什么呀,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少的词语。 那这三个词语呢,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解释的清楚呢? 很好,那我们答题,其实来涉及到第一种答题方法解释,就是拆词法。 什么叫拆词法呢,其实有的词语,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词语进行分开解释,拆开分别这样的解释。 比如说文中的温顺这个词语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分别组一个词温呢,组一个词呢,就是温和,对不对? 解释温这个字叫温和。 顺呢,我们是顺从。 所以温顺在这个文中,它的意思就是温和,顺从。 而换词法,实际上就是用禁义词来直接的进行解释,比如说触觉,那其实它就是触死的意思,那我们用禁义词来直接进行这样的解释。 第三种方法它是什么呢,就是形容比喻语,在解释一些成语的时候,经常可以怎么样呢,直接写出它,用来形容什么,比喻什么即可。 比如说瞠目结舌,它可以直接说什么,它形容的是,比喻的是什么呢,形容的是,人们由于惊吓,由于惊呆了,而表情凝致,说不出样话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第三种方法叫做形容比喻语。 所以我们在解释词语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三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叫做拆词法。 把一个词语呢,从中间拆开,每个字呢,我们给它组一个词语,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拆词法。 或者是用禁义词来直接进行解释,这个叫做换词。 还有一种方法叫做什么,叫做形容比喻语,也就是你在解释成语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写出它的形容什么,比喻什么,它的形容比喻语即可。 好,那在答这道题目的时候,其实答题方法,我们需要联系上下文来解释词语。 首先你要解释的是什么,你要解释的是它的本意,什么叫解释本意,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词语它本来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说瞠目结舌,对不对,那瞠目结舌它指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了,用形容比喻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答题。 它形容的是,比喻的是,人们因为惊讶而怎么样呢,目瞪口呆,或者是表情呆滞,张大嘴巴这样的一个样子,那这是解释它的本意。 那我们注意到还有第二部叫做写出文中意,在文中指什么。 那一旦涉及到有的词语,有的题目,请大家注意审题啊,这就是我们同学中,同学们在阅读中为什么经常失分的一个原因。 有的时候你做完一道题会发现,哎,我这道题明明我做对了,跟答案也很像,为什么我就得不了全分。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大家审题可能不是非常认真细致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文中他如果说他这个问题叫做请你解释词语,那很可能你解释他的本意,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如果说这篇文章,他后面的这个题目叫做请你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同学们请注意这个联系, 联系上下文,一旦出现这五个字,其实就是必须要跟原文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你这个词语要放在原文中进行解释,比如说称目结舌,我们回答称目结舌联系上下文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也就是要答出第一步称目结舌的本意,刚才我们说了用形容比喻语,第二个就是在文中指什么,那称目结舌在文中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原文。 老板称目结舌的说你会没命的,在原文中指的是什么,再往上看一看,这是不是老板在听闻啊,这个男人要进笼子里待两分钟之后,他的一个面部表情,所以形容什么,在原文中指的是,老板在听说男人要主动进笼子两分钟,和大象一起什么呀,一起待两分钟之后, 他的那种极度惊讶的样子,其实他在文中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道题目呢,我们记住它有两步骤,第一步骤叫做解释本意,解释本意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做什么,叫拆词法,比如说温顺,那我们可以拆词叫做温和柔顺顺从,好,那第二种方法呢,叫做什么,第二种方法叫做替换词法,或者替换法, 那我们可以用禁语词直接进行替换,比如说触绝,那我们直接用触死这样的一个禁语词来替换,第三种方法也就是一些成语经常用到的方法,叫做形容比喻译,比如说瞠目结舌,我们形容比喻的是什么呢,好,解释出它的意思,那第二步要结合原文,跟原文有所联系,在文中它指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二步文中指什么什么,这样的一种含义答题方法,好,那刚才呢,这第一个方法也就是解释词语,讲完了, 之后呢,咱们来做进行这样的一个练习啊,那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汉字与中国心,请大家来读一下这篇比较短的文章 1998年春,在美国纽约,一位美国青年问我,为什么中国人的凝聚力那么强,我系答约,第一,我们都吃中餐,第二,我们都讲中文,用汉字,汉字确实是人类一绝,其行生意俱全, 信息量远远大于拼音文字,汉字又整齐又灵动,特别是适宜表达于一种微妙的诗意的情感,一些普通的字词,往往连接着久远的文化底蕴,例如中华,神州,大地,海内,天涯,芳草,知己,都能使受过中华文化教育的人浮想连篇,心潮难以,这是通过翻译稿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人,无法体会的, 好,那读完这篇文章,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嘉宏的字,嘉宏的字体,嘉宏的字体是需要我们来解释的,那后面呢还有一部分 最能体现汉字中中文的这些特别的,首推什么呢,首推中国的古典诗词,一个中国的孩子,甚至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能够背诵许多古典的诗词了, 过年时银,暴竹生中一岁除,春雨时银,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秋时银,明月几时有,送别时银,劝君更进一杯酒,喜悦时银,慢卷之书,喜欲狂,慷慨时银,大江东去,积悦时银,平蓝处,潇潇雨些,古典诗词已经规定了,铸就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我曾经对于文字改革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现在人们渐渐明白,汉字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了, 回顾一下刚才这篇文章啊,我们有三个词语被加红,比如说细达,再比如说第二个词语,新潮难以,第三个词语是什么呢, 第三个词语是铸就,那这三个词语呢,有什么意思呢,好,请你结合原文,结合联系上下文回答,细达铸就,新潮难以, 它在文中分别指的是什么含义,好,那再回顾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答题方法要解释它的本意, 第二个方法要解释它在文中的含义,解释本意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各种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咱们来看这个细达,想一想在解释本意的时候这三种方法,不管是替换法,形容比喻液,还是第一种方法拆词, 你觉得哪种更适合它呢,细达细达,是不是拆词更适合它,那咱们来看一下,细达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细达本来它指的是用游戏的心态回答,细达细达,我们拆分开了就是游戏回答,用游戏的态度心态去回答, 在文中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文中指的是作者用开玩笑式的这样的一种语气来回答朋友的问题,那这是文中意, 好,那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咱们刚刚讲的拆词法,那么第二个词注就,很多同学马上会想到它的禁义词,比如说造就,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用幻词法来回答, 那注就呢,其实它指的是造就,在文中指的是古典诗词造就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你只要把这个词再替换在原文中再来解释一遍,就是我们原文中的含义,而第三个心潮难以, 心潮难以呢,这个词一看是它是一个成语,对吧,那我们用什么呢,形容比喻,形容比喻的是什么, 形容比喻的是你的思绪,你的心情久久的不能什么呀,不能平静下来,在文中又指的是什么, 因为什么而心潮难以呢,比如说,哎,本文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些还有中国文化抵御的词, 每个人看到了之后都会心情激动,而本文,本意指的是一个人心情, 形容比喻的是一个人心情激动,难以抑制的样子,这种方法叫做形容比喻译。 我们这种词外皮试完整。 的词外皮试图那样,我们来解释,感觉是实际上, 感谢观看